神秘村庄诞生恐怖传闻 夜班大巴离奇整车失踪 无数路人被无情吞噬 科学怪物还是妖魔鬼怪 我们现在来一起欣赏这部 改编自印度漫画的六集短剧《村庄》 2005年的一个雨夜 一辆长途大巴被拦在路中央 几个男人下车试图挪开这棵大树 却树尘手滑挪不动 车离一名孕妇男人腹痛 她的丈夫顿时慌了手脚 请司机绕路去找医院 车子重新启动 离开后却出现几个神秘人 躲在暗处观察 仿佛这正是他们的计划 大巴路过一个村庄时 突然冲出来一个人被撞倒 司机犹豫要不要逃逸 孕妇的丈夫却不忍如此下车查看 只见这男人脸部和脖颈长满了炮 令丈夫想起了某些传闻 正要跟司机说话 突然飞了一把暗器 再定睛一看 司机的半个头颅被生生劈开 接着一阵异想传来 刚才倒地的男人不见了 在往斜上方的动静处望去 只见几个手持武器的身影 有着非人非鬼的模样 接下来 这些累人生物对乘客们发起了袭击 他们的长矛锋锋利无比 隔着一层车皮都能将人刺穿 一车人很快被徒路殆尽 孕妇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丧命于面前 她却将面临生不如死的未来 现在我们来到14年后的2019年 在新加坡的一处豪宅里 刚继承家产的印度裔老板 找了一位雇佣兵 安排他去泰米尔纳的邦某森林里 取回一种样品 另外还安排了自己的管家一同前往 老管家显然十分不情愿 试图请老板三思 这个重要的任务 显然需要一个知根知底的人 那里又是指哪里呢 老管家似乎有许多难以启齿的秘密 在老板的威胁下不得不答应了 我们先一步来到泰米尔纳的邦的一个村子 这晚人们正在吃习热闹非凡 因为这里有个围棋两天的庙会 赞助方是这个戴眼镜的大叔老马 在村里德高望重身受爱戴 而在这个村子不远处的公路上 出了一起严重的车祸 一时间堵了数里路 男主高德带着妻子女儿和宠物狗 加入了排队的末尾 在研究了缺德地图后 高德夫妻俩决定掉头绕路 一下子就绕进了荒芜人烟的森林里 妻子感到有些心慌时 又开过了一座桥 走着走着 两个前轮胎突然爆了 小高下车一看 仿佛是有人故意在路上放了钉子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手机没信号 可咋办 小高只好叮嘱妻子 待在车里 他去附近找找看 有没有人能帮忙 与此同时 在印度的海面上 新加坡的印翼老板 请来的雇佣兵正在接近 除了心神不灵的老管家外 还有两个研究员随行 听到机长报告 卡蒂亚到了 一行人开始准备降落 而寻求帮助的小高 终于来到了吃西的村子 令众人大感意外 问起小高把车停哪了 小高想到一个标志牌上 写着卡蒂亚 此言一出 话经刺作 所有人都看向了他 一位长者起身离开 并说了句 孩子你犯了个大错 小高一头雾水 那是啥情况 你们可别吓我了 这是有人说那里闹鬼 老马则宽慰他说 就算没鬼 也很可怕 这方圆百里 可没人敢去那个地方 除非到了白天 小高怒了 多过酒喝了一口 又借了他们的镰刀 沿路返回 与此同时 母女俩正在车里聊天 狗子却对着外面叫了起来 母亲以为狗想上厕所 便要放他出来 身后有一响 却不见任何生物 刚一打开车门 狗就冲了下去 女人也追了过去 狗子很快没了踪影 只看到女儿跟来 母亲叫他立刻回车里 但突然 女人被飞快拉走 女孩也追了过去 最后被一个身影 拦住了去路 我们现在来讲个故事 好